人不犧牲就不會得到任何收穫 這句話相信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即使黑眼都會背 其中一部我們成長時最有影響的動漫作品 講之練金術師手機遊戲終於有中文版了 不如就趁今次的特別推介為大家試一試 又看看這遊戲合不合你玩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動漫改編遊戲作品 但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那些中於原著、正版授權等 玩樂時真的可以玩得開心的就真是寧寧可數 講之練金術師M之前就出過日文版 亦都有不少朋友玩過,今次終於推出了文版 今次這遊戲以原作故事為骨幹 配合戰棋的玩法令大家可以在遊戲中重溫經典的故事 遊戲的劇情方面除了正傳內容之外 今次亦有外傳又是新家的原創部份 放心,你最不想見到的劇情 Dead of War of 全部都會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虐待一下自己的話 今次的遊戲絕對可以幫到你 很多時大家見到手機遊戲四個字 就會覺得這遊戲都不用怎樣用腦 一有自動戰鬥,大家就會立即按下去 沒錯,自動戰鬥的而是可以很快 很方便的幫大家推版圖 但你都知道,有時候玩得戰棋遊戲 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電腦可以幫你走的當然是可以最簡單達成目標的東西 但如果你想有更多不同的鋪牌 又或者角色之間有更多不同的互動 互補不足的戰術的話 這些位置當然要手動打 遊戲顯示上都非常簡單清晰 藍色的格仔就是行得的距離 紅色的格仔就是可以打的距離 今次遊戲亦有轉不同的攻擊距離限制 如果玩家用一些遠距離攻擊 部分角色就會無法反擊 而我們俗稱的AOE即是範圍攻擊 當然跟平時機戰又或者其他戰棋遊戲都是一樣 被人打的就沒得玩拖 每個章節就有4關或以上 除了可以比玩到不同的關卡挑戰之外 遊戲中的歌場故事亦都有原本的聲優配音 所以你玩下去都不會覺得是單純的搬自過子的手機遊戲 其次遊戲中的畫面亦都非常好 納繪那些亦都做得非常漂亮 老實說如果你之前沒看過動畫都好 都可以透過今次的遊戲入坑 遊戲中除了可以扮演愛德華兄弟之外 你亦都可以在不同的關卡扮演著各個知名的角色 就好像是雙巴人斯卡一樣 你亦都可以由他的角度去看整個故事 遊戲不同的角色當然有著他們的重點 遊戲中除了有軍隊又或者不同的煉音術師之外 亦都有更多不同的勢力 大家亦都有相應的角色類型 就像力、體、技等等 他們除了有不同的屬性雙黑bonus 之外 部分類角色亦都有著一些額外元素 就好像體依類角色 你可以理解他就像一個獄盾 他可以幫不同的角色擋招招受傷害 然後其他角色就可以主力做DPS 如果你熟這部作品 你亦都可以找到不同角色之間的基本 而在基本這個系統中 你亦都可以針對不同的角色排列出一個強化陣 而他們亦都會因應角色的稀有度得到不同的獎勵 除了主線及外傳故事之外 遊戲中亦都有著不同的日常系統 例如是不同的委託任務、打BOSS等等 你亦都可以透過這些系統去拿到記憶武裝 不同的經驗值及不同的錢 令到你可以為角色作出不同的強化 《鋼之電金術士M》就是同名的動漫改編遊戲作品 除了故事夠吸引之外 遊戲的玩法亦都相當有深度 再加上各種數據上的變化 令到無論Fans 又好、新玩家又好 都可以在這部作品中得到各樣的滿足 遊戲的畫面精細度亦都非常出色 再加上回憶這個加分位 相信令到不少啦 以往各年的Fans 都會非常興奮 作品亦都不是單純去買弄回憶 絕對是有別於大家平時一見到就耍手令頭的正版掛名授權作品 現在download遊戲還送20年抽 《鋼之電金術士M》已經在平台上了架 立即下載遊戲 到我之後成為大中堂的時候 我第一樣要做的事就是將軍隊中所有女裝制服改成為你群 好啦立即下載遊戲成為我中心的部下 把勇貫復留在AKE 搖擾 合理行你 炎我和貫矣金術士 忍後 你能理解的決定 糟糕 去吧 去吧 雨天天是無能的所以下降下 大佐 嗯 我們更加強